今天的EG個股推介是美團3690 經濟日報投資業或組減選原因是 歐美銀行危機發酵 恆指創近3個月低位 港股轉一步考驗 仿先近18,600點的水平 面對港股波動期 可以參考大行、部署、新經濟等板塊 股份留意美團 騰訊早前10日分派美團作為特別息 說合資格股東會在星期五獲記發股票 騰訊大股東Naspers比較大機會沽售美團的股票 短期市場情緒受到潛在拋售影響 加上憂慮來自抖音的競爭 美團股價跑輸行業 近日低位122.1 跌穿去年11月的低位 中金指短期交易情緒受到騰訊派息影響較謹慎 不過長期依然看好它的基本面 美團看好關鍵在於到店業務復甦力 和外賣業務的競爭互成河 第二季會是投資美團重要的窗口 美團近日跌勢減緩 昨天股價跌了1.2% 比大市價2.7%跌幅少 穩健的投資者可以等到下星期 減持因素更明朗 和知識業績結果後 在120元水平附近收集作為中長線部署 1.6 throughout the topic 超前視覺地說 寂寅 290元 寮ailleurs 介意 た 2 mont